改代自助餐店的剩菜剩饭当午餐 于是我跟妈妈大吵了一架 还说了让妈妈很难过的话 虽然如此 妈妈还是顺从了我的意思 拿钱给我定一样午餐 还刻意买我喜欢吃的东西 给我当晚餐 自己却吃着从自助餐店带回来的饭菜 我突然觉得我做错了 我只有顾虑到自己的面子 却从没有体谅妈妈在这过程中 也受了不少苦 不管从以前到现在 妈妈都既可能提供我最好的 但是我却把这些都视为理所当然 从没有跟妈妈说过一句感谢的话 我觉得我不能再继续这么自私地只顾了自己 我必须做出一些行动来支持我妈妈度过难关 或许这是不习惯对妈妈说谢谢的我 唯一能对妈妈做的事情吧 看来玉萍已经好好地自我反省过了 希望她能够用她的行动 去支持她妈妈度过这个难关 不过这次真的要好好谢谢你们两个 谢谢你们想出这么好的解决方法来 不要这么客气 你怎么这么客气 全身是我们大家的 接下来我们就拭目以待 看玉萍会怎么样行动吧 玉萍 你准备好要进去了吗 那我就先走了 拜拜 滴萝 你准备好要进去izi 妳有事嗎 我是要來裝明天午餐的 妳不是不要吃 我想通啦 既然媽媽在這裡工作 媽媽帶來便當當然就有愛心 我想要帶媽媽的愛心去學校吃 來 便當盒給我 我幫妳裝妳喜歡吃的菜 我不是只能吃客人最後夾身的嗎 傻瓜 我朋友沒有這麼苛刻啦 我幫妳炸菜 要吃什麼 跟媽講 等一下啦 媽 我想要跟你商量一件事 什麼事啊 就是啊 我昨天在家裡有看到冰箱的剩菜剩飯很多 我想那麼多我們兩個也吃不完 不如我們拿去分給一些 需要幫助的人 妳覺得呢 當然好啊 我這兩天才在煩惱說那些剩菜真的太多了 有點浪費 妳這點子很好耶 我們昨天晚上就開始做好了 好啊 還有媽 我一直有一句很重要的話沒有跟你說 什麼話 謝謝妳 還跟我客氣是嗎 我愛妳 從剛才的影片中最令妳感動的畫面是哪一段為什麼 好啊 如果家庭專 bla 出現重大的邊故 我們可以怎麼做 好啊 與妳面對印象最深刻的違和 為什麼 如果是妳妳會怎麼做 好啊 生活中家人或是這樣對妳的真心不足 哪些是妳平常沒有發覺到的 好啊 我们对班级或家人可以用哪些方法来表达感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